Yo what up this is Tao 今天我們講一下怎麼樣如何正確且有效率的把你的體脂肪下降 還有怎麼樣簡單的選一些適合你的乳清 不管你的目標是要增重增長肌肉還是要減肥 那第一個就是很多人在減肥的時候 把減肥當成是一個短期的目標 其實減肥應該是要正確且有效率的話 應該是要把它拉長的 基本上減肥的話 減低體脂肪你應該要給自己3到6個月 Depending on你自己的要有多少的脂肪要減 很多人減肥的時候都是 就是聽到少鹽少糖少油炸少那個少那個的 都是一些guess work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你就一直想說 我要吃少一點我要吃少一點 沒錯你這樣會瘦 但是你會瘦到一個程度 然後你身體就變得乾扁扁的 然後沒有什麼力氣去做些重穴 然後你的體脂肪突然就不會再下降了 你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都吃這麼少少鹽少糖少油炸什麼東西都過水 為什麼還是一樣 體重不會下降 其實是因為 因為你沒有在算你今天吃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今天知道你吃進去一些什麼東西 你的總熱量還有你吃進去的營養素 你應該會持續的把你體脂肪壓低 如果你今天有在外面上教練課的話 我強烈的建議你問你的教練 要怎麼樣算出你今天需要的熱量還有你的蛋白質 脂肪和碳索化合物 如果你的教練給你的回答是說 喔你就吃一些少鹽少糖 不要過飲料少油炸這些東西 那我跟你講 你的教練 不合格 Alright 你的教練應該要知道怎麼算這些東西 不然他不會這樣一次教練 台灣的教練就是這樣子 台灣教練就像是 他在賣教科書一樣 你知道他可能讀了幾頁的教科書 然後他就說欸 你就這樣做 我跟你講我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讀過這些教科書 那他媽的他根本就沒有一些身材 或是他沒有完全沒有一些經驗 去證明說他知道這些東西 他就叫你按表操課 他根本不懂背後的背後的意義 所以說你要選擇你的教練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如果你這教練知道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Alright 所以說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營養素 你的熱量 該攝取什麼 減重 是一個long term project 它是一個 要一個有效率的話 你要把時間拉長 對身體是最好的 再來就是選擇乳清的話 如果你今天想要減重 那你一定要把 希望把你的體脂肪 希望把你的總熱量壓低嘛 對不對 那 有的時候在外面喝的一些乳清啊 像很多大白質乳清 大部分的都摻砸很多的 脂肪 和一些不必要的碳塑化合物 那 depending 就決定在你今天需要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 在 已經有在算你今天的熱量和 脂肪 熱量和營養素的話 那你只需要喝乳清去補充蛋白質的話 那你今天喝的乳清 就是要選擇一些 還沒有低熱量的乳清 它裡面就是純粹就是 蛋白質 這種東西叫做 isolate 那我這邊有一桶乳清 這個乳清 Syntha 6 它這個乳清的話 是比較摻砸了一些蛋白質 摻砸了一些碳塑化合物和脂肪 那很簡單的 你就直接看它後面的 直接看它的 Nutrition Facts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 這桶乳清裡面 它的蛋白質素總共 一匙 一個Servin 有22公克的蛋白質 但是它有充足的 呃 不是很充足的 但是還蠻多的 碳塑化合物 15公克碳塑化合物和 它的脂肪有兩公克 呃 6公克的更正 所以說 當你在選乳清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只要看它的蛋白質而已 不只要看它的口味而已 而是說 你今天吃進去的東西 都會改變你今天身體 呃 所有的 會變成的體態 你知道嗎 所以說選擇乳清的時候 一定要看它的 它後面寫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今天想要純粹的就是減肥 然後你只是補充蛋白質 那你就要選擇 比較少 碳水化合物和 比較少油脂的乳清 Alright 如果你要增重 呃 增長肌肉的話 你給自己多點熱量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一些 摻雜一些其他東西的乳清 然後去 去 然後去 決定它的口味之類的 Alright 這是一個非常short video 如果你有這個 其他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問我在我的Facebook Fanpage 或是在我的YouTube 都可以留言 Alright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回答你 Take it easy Peace